今天各地的气温还是偏高 有33到35度 提醒您出门要记得防晒 以及多多补充水分 而随着气温不断的攀升 肯定出现今年热衰竭死亡的首例 一名45岁的游客 在俄兰比公园游玩的时候 因为身体不适 打一一九求助 不过之后他身体好转 婉拒送医 后来却又再度的昏倒 最后送医不治 艳阳高照 肯定天空很蓝很美 但最近气温不断升高 一名45岁男子骑车环倒到肯定 上周五在俄兰比公园步道行走 到商店补充水分时 突然倒地松医不治 一间热 我这边有点热 我这边有点热 我心里说热 他后来是后续有继续休息 方面他自己有做一些散热动作 但是后续他就人又再发现到不舒服的时候 他已经失去意识了 这名男子在昏倒前50分钟 就头晕身体不适 打一一九求助 不过休息冲水后稍有好转 婉拒送医 没想到后来情况更严重 医师就提醒 热衰竭若没能及时降温 就有可能演变成热伤害中最严重的中暑 根据卫福部统计五月份全国有三百一十人因热晕绝热胶 热伤害甚至中暑就医 与去年同期一百六十人次相比高出将近一倍 医师提醒面对越来越热的天气 可攜带遮阳道具适时补充水分 以及攜带毛巾散热来预防中暑 尤其是有慢性疾病的患者 幼童及老年人更要特别注意 记者综合报道 而劳工有没有可能放高温价 劳动部长许明春昨天松口表示会考虑演绎 不过有资方认为高温价不能够随便放 否则公司负担变得更重 影响投资意愿 而劳工团体则说 应该要依照职业别来分 像是工地 瓦斯工人等 长时间在外面曝晒的劳工 就应该要放高温价 以免引发职安意外 负责工地墙面的园艺造景 几乎每天都在户外工作 每天工作八小时 即使烈日当头 还是得埋头苦干 听到有高温价一开始很开心 不过仔细想想 他说有工作才有钱领 即使有高温价可休 恐怕也是看得到吃不到 酷暑难耐天气这么热 在户外长时间工作真的很煎熬 反观中国大陆只要温度超过摄氏35度 员工就能获得一笔高温津贴 甚至超过40度 就得暂停户外工作 台湾是否仿效对岸也放高温价 劳动部长许明春首度松口表示 会考虑言译 不过企业界认为高温价不能随便放 应该审慎评估 否则只会加重雇主的负担 劳团则支持放高温价 不过他们认为应该区分职业别 尤其是长时间户外工作者 最有资格放假 高温价在国外又叫做热浪价 尤其中南美国家 温度动辄40度起跳 台湾虽然没有这么热 但随着气候异常 温度持续飙高 劳动部表示考虑言译 至于现阶段的重点 是想办法降低高温工作的实在风险 记者黄六 陈信龙台北报道 高雄市卫生局发布了第二例 日本脑炎确诊个案 因为通报的时间和第一例 禁隔只有六天 距离也只有二点三公里 卫生局认为已经是符合 群聚感染疫情 由于日本脑炎是透过 三番加纹传染 目前在两个个案住宅的周周 发放了两百个捕纹灯 而另外猪也是日本脑炎的宿主 附近有多座的养猪场 养猪户和猪汁也加强疫苗接种 提扯捕纹灯卫生局人员挨家爱护赠送 因为高雄林园地区二十八号又确认一粒 日本脑炎 第二例和第一例距离只有二点三公里 两个确诊病例的方圆四百公尺 已经发放两百个捕纹灯 加上两例通报时间只间隔六天 卫生局认为已经构成群聚感染 日本脑炎透过三班加纹传播 仍是终端宿主不会互相传染 猪反而是病毒主要的繁殖宿主 目前附近养猪场是防疫重点 日本脑炎患者有大半会留下后遗症 高雄的第一例在五月十三号发病 当时有暴怒等人格改变的情形 目前还住院治疗 第二例则有语言问题 加上二十五号也已经通报了第三例 警戒区已经扩大到临近四个行政区 卫生局希望没有接种的民众 尽速完成施打 记者王界村陈显坤高雄报道 施打针对台北市一万名小六学生 做英语体检 发现二十年来 国小实施英语教学的成效不佳 对无法额外补习的弱势生极不公平 英语融入游戏学习 今年三月北市文昌国小市半双语教学 市长柯文哲还特别献身校园宣传 不过北市学童英语能力究竟为何 师大抽策一万名小六生 结果有五成四的孩子 英文文法达不到六年级生应有的水准 有高达五十四%的学生 他的文法剧情是没有办法达到六年级的学生 应该有的标准 比如说类后面应该要接阿或是后面要接意思 他都搞不懂 师大发现小六生连最基本简单的文法句型都回答错误 显现近二十年来国小实施英语教学的成效不佳 而且除了文法词汇听力阅读也都有超过两成的学生 为达国小毕业应有的能力 师大认为此测验印证了国中会考英文科双方化的严重现象 也凸显学校英文课实数不足 一定是有一些环节出错了 不管是在课堂上或在课后补习上面 没有踏实的做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现象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设定水准或者说资源的话 那么县市教育局应该要负起这个责任 师大指出国小阶段英文文法程度低落 到了国高中会更难以补救 以至于不少考生大学学测阶段 会直接放弃中意音和写作项目 师大呼吁各县市教育局即刻展开救援 增加体制内的英语教学 否则对无法额外补习的弱势生极为不公平 记者欢迎经过去年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